目前外界盛传被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的方斌兴 因设薄熙兰案件被带走调查 26号日本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斌兴已被拘 但当天晚上方突然现身微博辟谣 不少网友表示失望 说外媒消息总比我们靠谱 日本媒体的预言过几天就会兑现 26号日本独卖新闻网站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斌兴已被拘 但晚间方斌兴突然现身微博表示 看到了独卖新闻关于他的消息 有网友说原来方校长没死啊太失望了 也有网友说刚听说这祸被拘这个天大喜讯空欢喜异常 还有网友表示外媒消息总比我们更靠谱 日本媒体的预言过几天就会兑现 24号北京邮电大学校方曾向新唐人透露 方斌兴已被抓起来了 另有知情人士透露方斌兴已经失踪多日 北京邮电大学多天不见方斌兴露面 当天记者打电话核实 校方说方斌兴确实不在 网络作家金楚表示 方斌兴可能在前段时间被抓捕 现在又被放出来 因为薄熙来这个案件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 可能中央的两派权力斗争啊 他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个 这个面积搞得过大 有这种可能 就是他涉及不深的话 就防他自由了 涉及得很深的话呢 可能他就一下子 事法上就不好处理 美国纽约时报25号在长篇报道中提到 方斌兴可能卷入薄熙来与王力军案 报道援引消息说 重庆政法委书记刘光磊 与胡锦涛办公室有专线联系 薄熙来数年前就已开始窃听行动 窃听网络建设的经费 则以国家财政拨款 作为建立监视系统的一部分 这个监视系统的工程师是王力军 而建立网络安全的专家中包括方斌兴 消息人士说 方斌兴还协助薄熙来 黄力军获得大量中共高层 重庆地方官员以及政敌的相关网络通讯资料 薄熙来则以重金和美女回报方斌兴 原重庆市市长黄启帆也在检举薄熙来的材料中交代 薄熙来曾亲自要求他用非正常的财务手段 给方斌兴支付巨额奖金 并安排数名年轻女子供方斌兴乐 方斌兴最后一次建筑媒体的公开活动 是在今年两会期间 4月13号 北京邮电大学召开代表会 但网站公布的新闻稿件中 通篇媒体到校长方斌兴 有微博消息指出 方没有出席 中国天网代言人普菲说 像方斌兴这种国家供养的人 长期不出现很正常 两院院是基本上就是不用上班的 这是国家花钱养出来的一群科学家 他们里头在单位上找不到人 这个很正常 像这种科学界的公职人员被抓 因为他现在有没有什么政府职务 这个现大都不清楚 所以说我们现在仍然只有一个观望的间断 金楚表示大家都希望方斌兴被抓捕 因为他协助中共搞网络封锁 这个家伙他可以说是站在臭的那一边 开历史的倒车 他终究要盯在历史的自如柱上的 这样子给全国网民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惑 不变的这样的人应该长期的坐下去 应该让他在牢房里面过一辈子 他是与人民为敌 与社会为敌 与文明进步为敌 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个反动的人 所以他一旦出事 网民大家都一片叫好嘛 方斌兴从2006年至今 担任中共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誉主任 是中国网络封锁防火长城的首要设计师 因为他不遗余力封锁网络 遭万民唾骂 当听到他被抓的消息传出 中国网友热烈庆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庆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庆祝